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在对方身体上以后出了底线 中队获得一个角形 好球 交给江生东立下去了 江生东的传终 传个第一的 这一条大门非常具有威胁 但是在前点的这一条射门呢 刀稍微有一点没拿捏好 两个人抢了一个点 对 让对手碰了一下 前面有时候开我底 我可以去发挥我的股 发挥我的地步 就是进进区了打门好球门打来 完美突就 看台上因为他身后这边 球门的这个大部分看台 都是中国球迷占据的 王达雷做出了一个非常舒展的动作 前面 对手的定位球依然 哦 这球 都冲了 中队有一名球员是受伤倒在进区里 他们并没有提醒比赛 这个时候澳大利亚队在把球打进进区以后呢 卡歇尔在无人防守的情况下 倒钩把球打进了 但是我们再看看关于郑志的这一战 卡歇尔是不是手肘 手肘打在郑志的脸上 郑志倒地不起 然后卡歇尔在无人看守的情况下 打进了这个球 这一球应该是犯规在线的一个球 你看看 空张还是能出来 你看看 卡歇尔打了 王达雷 这招球极具威胁 王达雷经受了非常巨大的考验 看看 这是科鲁德 投球百度一下 但是卡歇尔在这种状态下 当场过实在没有想到开北 但是毕竟现在是1-0落后 投球攻击都要进了2-0 卡歇尔 卡歇尔攻击了个人本场比赛的第二阵球 也是他本届杯赛的第三阵球 而这个时候 比赛进行到第65分钟 小李鹏 卡到这儿了 自己来一张 有啊 有啊 有的 投球 远远两次攻击都怪对头门将 瑞恩 哭出 开公开 好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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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 пон commercialsה me 看郑志 守谭 郑志打完 偏了一点点 新闻 文字幕志愿银 你们um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